这一招破灭魔宫的出现 别说是玄火泰坦根本没有想到 就算是徐扬此刻的队友 高高在上的女帝雪清寒 也是大吃一惊 天哪 这家伙居然还能驾驭魔族的力量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在他的身上充满了奇迹呢 更重要的是 我竟然连他的修为等级都看不透 一直以来女帝最不理解的 还是徐扬在修为方面的神秘 除非是比自身高出两个大境界之上 否则几乎没有什么功法 能够掩盖一个人的修为境界 徐扬却做到了 之前的他只是一个炼气境的修士 虽然他的底蕴难以想象 可他炼气境修为的表象 还是无法遮掩的 可当他跨出那一步 真正让自己能与道相和厚 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了转变 烙印在他身上的炼气境印记消失不见 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徐扬的炼气境 已经真挚圆满 单凭炼气一性的修行 就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太极图腾 将痕迹藏于道记之中 因此旁人无法捕捉 至于眼前他所施展出的破灭神迹 那就真的无法用常理来理解了 女帝只能大概猜测 这应该同徐扬拥有永恒这件魔族神器有关 强大的破灭之力 让周围所有的草木生灵的生命力迅速流逝 自行汇集向徐扬眉心 他本人此刻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力 吞噬漩涡 任何范围内的生命痕迹 都无法挣脱他的掌控 当然 他并非真正的吞噬命远的恶魔 之所以这样做 吴飞就是想以最小的代价 征服这只玄火泰坦 凭徐扬的底蕴实力 正面征服这只大猩猩也并非做不到 可那样一来 徐扬必定花费不小的精力和时间 万一这期间将丛林周围的 轩辕红团队人引过来 很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变数 到了徐扬这个境界 如何能将自己的每一分实力 都最大程度的体现出来 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获 才是他的追求所在 很好 希望你能兑现自己的承诺 否则我不介意随时将破灭之法 笼罩整个丛林岛屿 你应该能感受得到 我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 徐扬的声音似乎比平时 都冷漠了太多 一旦投入到战斗中 这个男人表现出的杀神一般的姿态 让身边的女帝震撼不已 真正的男人 就是应该像徐扬这样 既有霸气的一面 又有温柔体贴的一面 玄火泰坦 看了自己的子孙族群们一眼 又发出了一声灵魂咆哮 捶了捶自己健硕的胸脯 一步一驱地来到徐扬和女帝面前 逼下了他独属于十万年灵兽 高昂的头颅 自然也放下了尊严 对于高等级高智慧灵兽来说 用献祭的方式 依附于人族修饰 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一旦进行献祭 意味着他的宿主 将会成为主宰他命运的全部 而且自身的修为提升 将会彻底终止 与宿主共享自己的灵力和生命力 当然 要是像小龙莽这种 碰到徐扬这样机缘和实力 双重逆天的主子 将会得到的好处 也是难以想象的 说是一步登天 血脉繁足也绝非不可能 此时的玄火泰坦 多少有些心理不平衡 但面对徐扬 他别无选择 听者 我答应你的事绝不是虚言 你乖乖地献祭给女帝 成为她的守护伙伴 我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机缘 但若你敢在献祭过程中耍花样 伤害女帝半坟 我将让整座岛屿变成一座坟墓 徐扬的话说得相当平静 确实让女帝血清寒 和面前的玄火泰坦灵魂一致 一股无可抗衡的灵魂威压 充斥在两人脑海中 是一种说不出的战力感 开始吧 徐扬轻轻一抖手 掌心中多出了一个 紫光充盈的圆盘样的法器 悬浮笼罩在女帝头顶 你什么都不用做 放松下来 我亲自为你护法引导 徐扬的话 倒是让女帝有点不知所措 从来都是掌控安排别人的命运 根本不习惯旁人庇护的女帝 眼下面对徐扬的时候 却像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小女孩 只有微红着脸 乖乖听话的样子浮现 轻轻闭上双眼 女帝很快发现 自己的灵魂力 自然而然地捕捉到 头顶着法器的气息 两者勾连一体 一道灵魂力注入其中 女帝发现 自己的精神世界内 像是开辟出了一个独立空间 殊不知这方寸之地 便是寄放灵兽献祭来的灵魂的地方 若是没有徐扬的引导 整个献祭过程也是充满危险的 毕竟玄火太坦 乃是十万年灵兽 自身底蕴就相当可怕 寄宪等同于奉献出 自己的一半全属性力量和本源 要是自身强度不够 很容易直接撑爆 落得个身死盗消的下场 更重要的是 万一这大猩猩不是真心归附 不惜损耗自己一半命远为代价 换掉这个威胁自己的强敌 也不实为一种狗急跳墙的搏命手段 更会对自身造成威胁 可有了徐扬这一道手段加持 那效果就截然不同了 就算这泰坦打算搏命一击 在徐扬的庇护下 女帝同样不用担心 会出现任何的差错 而结局 却是这大猩猩万难承受的 刷得一声暴响 玄火泰坦周身火光四目 本源真火开始更为狂猛地燃烧起来 瞳孔中释放出两道 无比纯粹的赤金色光焰 正是她灵魂本源的咆哮 很快 在这熊熊燃烧的烈焰中央 凝聚出一道纯粹的赤金色宝珠 飘到女帝头顶 像是预热一般 徐徐洒下赤金色的光环 树里沟通着女帝的肉身经脉 而后 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推移 玄火泰坦向着金丹内 加持的本源不断增加 女帝体内凭空凝聚出一道玄火之力 同自己体内另外两股 相生相克的本源 揉在一起 产生激烈的抗衡 痛苦的感觉逐渐变得明显 额头迅速浮现出一层细密的香汗 女帝分明感受到 此时承受的痛苦 可比往日修炼时强化了十倍不止 三股合起强横的力量肆意碰撞着 对体内每一处经脉 都在进行强有力的冲击 全力催动你的韩月宫 最大程度凝聚出冰寒之力 与玄火之力抗衡 不要顾及经脉的强度 我会帮你守住底线 女帝紧锁眉头 有些混沌的精神力 听到徐扬的声音后立刻照做 但痛苦旨在不断地增加 她甚至感觉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要是换作别人 女帝就算不要这份机缘 也绝不可能任凭自己 在外人面前这般冒险 可不知为何 当着徐扬的面 素来稳重谨慎的女帝 却是这样一无反顾地听凭她的话 为自己做出每一个不可思议的选择 徐扬一直探出 强大的灵力本源化为第四道力量 一并涌入女帝的经脉之中 精神力无比精准地操控下 徐扬利用自己的力量 开始为女帝开拓经脉厚度 增强韧性 同时 为她进一步梳理 尚未通畅的经脉根基 殊不知这样做 对女帝的承受力 和未来修炼的速度 都会有难以想象的提升作用 说白一点 等同于帮助她脱胎换骨 重塑一次根基 随着玄火之力的不断加持 女帝体内那自行修炼的 那一股并不纯粹的 阳属性本源 正在被迅速炼化 而韩月公提供的冰寒本源 也逐渐同着玄火之力 分庭抗礼并驾齐驱 很好 你体内的第三股力量 已经完全消失了 现在 我来帮你练化 避水晶精兽的内担 让这股中和性很强的本源 帮助你完成 最后一步冰火交融的过程 只有这样 这两股力量 才能在你体内完美契合 今后 也将不会再受到 韩力的侵扰 女帝此刻虽然不能开口说话 但听到徐扬的指引 她一下子变得兴奋起来 倘若真的能将自己 多年来的体脉隐疾彻底清除 绝对是帮她解决了一大新病 在女帝完全承受住 玄火之力的淬炼后 大猩猩开始释放自己的 生命本源 以及最为纯粹的灵魂力 这两股力量 比起刚刚的玄火之力 可要柔和得多 更像是对女帝 肉身的滋养和补充 而不是那种 灼热霸道的抗衡性波动 整个陷阱过程 持续了足足两个多时辰 女帝虽然承受了不小的痛苦 但她却是无时无刻不再提升 倒是徐扬为她消耗了大量的精力 为防止出现变故 一点都不敢怠慢 老星星甚至相信 只要她敢打一点歪主意 徐扬绝对会瞬间让她形神俱灭 伴随着最后一声冲天巨响结束 一道完整的血色光环 从玄火泰坦体内打出 溶进了女帝的灵魂空间 泰坦本体随之消失 女帝的手腕 多出了一个 指甲大小的星星标志的粉色手链 正是徐扬这来历神秘的 特殊法器灵魂空间 也不知过了多久 女帝缓缓睁开双眼 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不一样了 空气越发变得清澈 冥冥之中自己的身体 仿佛具有了自动吸附灵力的本能 就算是在睡觉 也可以吞噬灵力自主修炼 更重要的是 雪清涵发现 自己的视野变得格外通透 这是修为突破的最直观迹象 我 我突破了 感受到体内 如同百川龟海一般的通畅 强大的灵力洪流 油条不稳地冲刷着经脉 再没有任何冰寒和火热的隐藏存在 女帝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刻 她心中涌出感激之情 让她本能地想要 给徐扬一个深情的拥抱 可环顾周围 却并未第一时间看到徐扬的身影 徐扬 你在哪儿 强大的精神力 立刻扑展向周围 在搜寻了半天毫无结果后 女帝本能地有些慌了神 她自己或许都没想到 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是那样的分明 第一次为了一个男人 情不自禁地失落而彷徨 你醒了 几个恍惚间 徐扬已是从千米开外 瞬间移动到了女帝面前 手中还多了几个新鲜的彩色果子 看到这人的轮廓 女帝眼神愣在原地 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徐扬 心里才重新被那种安逸 和踏实的感觉再次填满 哦 这是顶级品质的百灵果 吃下去能巩固你的 话还没有说完 女帝一个深情地拥抱 死死地勾住徐扬 让这修行了十万年 心性如铁一般的男人 也忍不住恍惚了片刻 谢谢你 徐扬 这一刻 女帝闭上眼睛 平静地呼吸 来自徐扬身上的温度 她感受到了 从未有过的安逸和满足 也第一次尝到了 来自异性 带给自己说不出的幸福感 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拥抱 也让她空虚太多年的内心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养和温润 哦 徐扬之劳 你我现在是队友 相互扶持是应该的 我可不想带一个脱油瓶在身上 徐扬颠了颠手中的果子 轻笑着打去 女帝这才注意到 自己手腕上隐隐传出的温和气息 那 你现在试着用精神力触碰着手环 徐扬引导女帝驾驭着法器 随着一股魂念融入 女帝赫然发现 脑海中玄火泰坦的气息 是这样浓郁而醒目 似乎她的身体 她的一切 都随着自己魂念的碰触 融为一体 玄火泰坦化作一道赤金色光芒 自女帝身后幻化而出 主人 请吩咐 泰坦这大猩猩毕恭毕敬的样子 让徐扬看着呀 都觉得有几分滑稽 你这老猩猩乖巧起来还是挺萌的 泰坦显然对徐扬没什么好感 但又不敢忤逆女帝 狠狠地白了徐扬一眼 不再作声 不管怎么说 谢谢你的帮助 你陷进于我 便等同于将生命托付给我 我会尽全力帮助你成长的 你和我将会是共同进步 你不只是我的依附者 更是我的伙伴和朋友 泰坦似乎没想到 看着高冷的女帝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事实上 连徐扬都没想到 外冷内热的性子 也算给了徐扬一个惊喜 事实证明 再怎么高冷霸气 女帝终究也是一个女孩子 需要情感上的关爱 高处不胜寒那种滋味 徐扬再清楚不过了 我会尽全力帮助你